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美鳳很期待中午用餐愉快 我每次去日本 我覺得第一 交通很便宜 說來就是 那些人都很有禮物 買東西你就覺得很舒服 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我沒辦法 我跟我們家裡出國 我會跟旅行團來 因為你要幫他安排景點 有旅行團帶著我們 他們也可以玩得比較矯一點 如果是自己的話 因為他們交通很便利 所以你自己遊行是OK的 你要稍微做一點工工 你就會自己跑跑跑 今天我邀請到了這一位 媽咪蘇琳 嗨 好開心來這裡 鳳姐好 日本真的是怎麼玩 都玩不膩的地方 我覺得我接下來 一定要去日本做深度旅遊 另外這位就是我們每次都 需要她的特派員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歡迎小露 今天跟我們一起坐上日本電車 享受親身各地的美食美景 你會自己走去日本 四處跑跑嗎 會 坐那個什麼 電車 超方便 而且我很喜歡帶小孩去 然後帶小孩的時候 我一定 我叫小孩不要吵 因為我想 喜歡看 小孩不要吵 不是 喜歡看窗外 對 很漂亮 然後你就覺得 異國風情 日本到哪兒都是乾淨 舒服 在青森就知道說 它不只蘋果有名好吃 風景很優美 對 鐵道旅行 其實也可以暢遊青森的 一個很好的方式 鐵道旅行是很棒的 像我們去年有邀請到 牧村主播 他有為我們介紹青森很多的美食 那這一次他就要坐上青森鐵道的電車 來介紹很多的美食之旅 看一下影片 好 好 青森鐵道的沿線 有很多五島市的食物 美味的食物 所以今天是 這裡 使用青森旅行旅行旅行 五島市的食物旅行 出發 進行 青森鐵道 是青森站連接牧石站的鐵道路線 全長大約121.9公里 在2019年的時候 跟台灣鐵路管理局締結了姐妹鐵道 跟很多國外的鐵道 也有很多深入的交流哦 今天 牧村主播用的是青森鐵道 大道寶的一日券 在車站窗口 車票自動販賣機 或者便利商店都可以買得到 一整天 都可以不限次數的上下車 很便宜又很划算耶 現在就跟著牧村主播 來挑戰活用一日券的美食之旅吧 野兵駿駿駛 這間是在1897年創業 有120年以上歷史的麵包店 麵包工坊Billion 這裡原本是和果子店 在1930年左右轉型 當地的學生居民都喜歡來這裡買麵包 一直以來都非常受歡迎哦 最有人氣的就是這個油麵包 烤好的紅豆麵包拿去炸過之後 再把糯米磨成的細粉和砂糖混合撒在麵包上 從60幾年前推出就非常的熱銷 還曾經一天內賣200個 很受歡迎呢 曾經有一度停賣 好險在很多客人的詢問下 在2010年又開始恢復販售 現在就來看看有多美味吧 有多美味的 いや啊 揚げ立刻了 我會不會等待 特別去店 我會試試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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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這個麵包的 沙克沙克感 沒有 而且 有多美味的 中的麵包 很甜 但是很甜 最新的甜度不太甜 所以可以吃多少 接下來 木村主播要繼續往南 前往下一站 山米地站 來到的是 距離車站走路20分鐘左右的 Kitamura茶屋 這間茶屋在一間大約 90年前蓋的古屋裡面 保留懷舊的風格 在裡面可以非常地放鬆自在 店裡最推薦的就是這道 魚乾雞湯蕎麥麵 是青森南部地方很久以前 開始吃的傳統料理 是用雞骨 魚乾 昆布熬成的高湯 再加上雞肉 南部丁特產的食用局 而房工製作而成的蕎麥麵 有很多香氣 首先要拿出雞湯蕎麥麵 嗯 嗯 嗯 思ってたよりもこう 煮干しの味が 角がないというか まろやかですね 後からこう 鶏ガラの旨味が口の中に 広がってきますね お蕎麥麵 お蕎麥麵 嗯 嗯 いいですね やっぱりこの お蕎麥麵とマッチしてますね お蕎麵も お蕎麥麵とマッチしてま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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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おだしをよく吸っているので 口の中で噛めば噛むほど またこの肉の旨味が合わさった だしの味が広がりますね 接下來 牧村主播來到三轄站 這裡又有什麼好吃的呢 從車站搭巴士 再加上走路約20分钟 就可以到這間居酒屋 採食樂酒代天 它們都會大量的食用 像是牛蕎麵 蒜頭 山藥 等等三轄當地的食材 像這道三轄最有名的肉料理 炖紅酒豬軟骨肉 用紅酒炖煮3小時的豬軟骨肉 搭配三轄骨肉 加上配当吃的麵包 看起來口水都快流下來了啦 お箸がすっと通りますね しっかり煮てあるから 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しい 口の中に入れた瞬間 お肉ホロホロホロってとろけていくんですよね 後から肉の旨味は来るんですけど ごぼうの風味もかなり強く出てきますね ここ軟骨の部分ですね こっちはこっちでまたこう食感が変わりますね でも固くないんですよ 軟骨の食感みたいなのあるんですけど いいですねこれ もうソースにですね 全ての具材の旨味が出てますね これちょっとこう甘辛って言うんですかね そういった味がこのパンに合うんですよね 和風の醤油と砂糖でも味付けし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ど パンとも合いますね 三折站共構的地区交流中心 ミクルー 除了介紹當地的各種物産外 還設有販賣機 也有賣炖紅酒豬軟骨肉 和炖番茄豬軟骨肉等料理包 想吃到在地的料理非常地方便 而且用青森鐵道一日券 在沿線很多商店都有不同的優惠折扣 歡迎大家親自來體驗 一日券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青森玩的話 可以做鐵道 然後一定要買這個一日券 就是當天你幾點開始就可以 只要鐵道有 你就開始就 要多幾次就多幾次了 對 你下去這站 東西吃一吃 又多了 對 很划算 真的很划算 很貼心 阿翔 你喜歡吃什麼日本的料理 我超喜歡吃日本的海鮮 就是你看干貝 烏米 螃蟹那些 只要講到我現在口水 都已經在那邊分泌 鳳姐 妳記得我們上次有跟 在日本連線 跟一個中春美穗子小姐 對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回顧一下連線影片 好的 嗨 歡迎 美鳳姐 大家好 中村美穆 嗨 大家好 我現在 青森市的浅虫地區 這裡面 首先是後面的這個景色 你看看 有 好漂亮 今天好有禮物 我們一望一望 素晴的景觀 今天很適合 今天天氣很悪 但是 很適合 真正的海 広がっている 今天 海邊 建立的食堂 森屋 我會介紹介 我們要試試試試看 這裡的店裡有大大汁 今天有蝴蝶泥 阿華米粒也有 很麻煩 很難看 輕一點 有水香在裡面有難地 非常多的白麗麵 新鮮 又可以看風景 店裡的店是 歐山牛的 這個店好棒 一邊吃 然後一邊看著漂亮的風景 好棒 物餡是 蝴蝶泥 今天室室也有蝴蝶泥 生魚是有點無理 加工品送給我 請大家一起遊玩 今天這裡 我準備好了 蝴蝶泥 蝴蝶泥 這什麼的 蝴蝶泥 這個太花刀 這個料理太實在了 我來吃 幫我們多吃一點 太幸福了 好羨慕 蝴蝶泥 蝴蝶泥 幸福 我來吃 蝴蝶泥是很甜的 蝴蝶泥 蝴蝶泥 所以吃得很甜的 這個吃播真的是 好餓 最高 我們這邊也有 蝴蝶泥的零食 對 而且上面還有碎膜的圖案 明豪さん以前是青森 零泥 召集了一件事 的說明 對 超好吃 而且我還買了很多這個 回來送朋友 好好吃 我們在現場也好好吃 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 這個後來我 從車到3分程度的地方 浅虫温泉駅 移動 再次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 失礼 這個後來我 慢慢吃 真的很想就坐在那邊 看著海 然後就吃海鮮 對 但是剛剛講的 干貝這個買回來送人真的 而且吃一支干貝 小心嘴一定要搭配一個 最厲害的 青森的蘋果汁 這個組合是 最讚 完美 真的完美 我已經都不講話 因為我覺得太幸福了 你看 剛好一口就塞進去 對 而且這個追劇 很容易立刻就掃盤了 就立刻刻光 太好吃了 剛剛影片當中 中村小姐是說 她要去距離那個食堂3分鐘 車程的一個潛蟲溫泉站 這個潛蟲溫泉站 它也是在青森鐵道的其中一站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我來做的是 阿沙蟲溫泉駅 阿沙蟲溫泉 阿沙蟲溫泉 阿沙蟲溫泉は1200年前から続いている 温泉街 這個駅の周りにも 温泉宿泉が沢山あるんですよ 這個阿沙蟲溫泉駅には 駅には珍しいものがあるんです なんだか分かりますか 足湯があるんです 對 可以泡腳 地元の方も フラッと入り フラッと入りに来られる方も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し 観光客の方も いつもは非常に多いですね 好貼心 ちょっと描い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我覺得這是他們的特色 而且 這個浅重溫泉 結構温度は熱いですね 很有名 感覺如何 暖かいです とても 非常温暖 このように 駅の中で タオルを貸してくれるサービスもあるんですね ただ今はコロナ禍ですので ちょっとストップ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コロナが明けたら またレンタルを開始するそうです そんなひととき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お二人に今日はですね この青森市浅虫地区の有名な おやつをご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スタジオにも届いてますか よー ダンガナナン チョスレアンペ 浅虫の特産で クジラ餅とイタカリント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よかったら どうぞ召し上がってみてください 古早味的 你看 它在日本 然後我們在台灣也吃得到 對 只是我們沒有辦法泡溫泉 腳沒有 我們幻想一下 不然幻想一下 現在在泡煮湯 真的是古早味 講一下 私も一緒にいただきます 一起 有芝麻 黑芝麻 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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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芝麻的香氣 好香 好 好 ダンガリントンはカリカリしてます 美味しい 國早味餅乾之外 還有這個 私たちも 有脂涼餅 這個有點像 羊羹的感覺 有點像麻糬的感覺 我們來吃吃看 羊羹 用比較麻糬 有點像麻糬 它比羊羹還要Q 像麻糬 對 淡淡的 紅色的 要把它切一半還不容易 好 很Q 這是什麼 這個是古早味的 是嗎 有點像麻糬口感 這個是古早味的 這是古早味餅乾 如果我們在青森的時候 就可以來體驗一下 古早味餅乾跟九池涼餅 一定要吃看看 口感好特別 它比較Q一點 對 比較Q 非常謝謝我們的中春小姐 來跟我們分享 竹湯 還有這個 好吃的九池涼餅 還有古早味的餅 對 超好吃的 好吃 這個好特別 這個好硬 好脆 越嚼越香 好香 好 謝謝中春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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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森的冬季是寒冷的 但是温暖的温泉 和美味的食物 請坐在一起 好 泡湯也是我的最愛 真的 我很喜歡 比如說你到日本那種風綠 他們很多是戶外的 然後冷冷的煎 然後你泡著熱熱的溫泉 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 我滿足了 所以像我們剛剛有介紹 又很好吃 可以泡湯很舒服的地方 你記不記得鳳姐 我們之前連線的時候 又跟平早小姐連線 平早小姐她就帶我們去 三澤地區的 我們來看一下 平早小姐帶我們去的 航空科學館的畫面 好 嗨 蘋果小姐 美鳳姐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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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沢航空科学館 大空と視聴をテーマに 日本の航空史 そして科学を楽しく伝えられるように 2003年開館した施設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後ろにございます このような航空機達は 青森県にゆかりのある実機などを中心に 航空ゾーン そして空を飛ぶ仕組みや 航空技術などを体験を通じて学べる 科学ゾーン そして昨年7月のリニューアルで新設された 宇宙ゾーンなどで構成されています 館内にもたくさん飛行機がありますが 見てください外 外にも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 これは真的飛行機 外には戦闘機F16をはじめとして たくさんの航空機を展示しております 現在新型コロナの影響で中止しておりますが 航空機の中にコックピット搭乗体験として入ることもできるんです 子供にもそして飛行機好きにはたまらない施設ですよね はい大変多くの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っております 見てくださいこの上のレールって何ですか これは科学ゾーンにある大空を飛ぶという装置で 動力を使わずに 白色的那個 地上10メートルの高さから 自由落下で 展示空間を滑空することができる装置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ではお願いします 是每個人都可以去 去穿一穿 有 在上面 こちらは身長体重制限があります これは何ですか これは これは 這感覺很刺激耶 第一次撞嗎 加油 緊張 會不會緊張 只要緊張 很緊張 對 很害怕 害怕 他會獨秒吧 不會直撞 他瞬間就上去了 他自己的就是 對 我真的會 所有強靠 最後是 宇宙ゾーンの方にご案内致します 宇宙ゾーン2階になりますので 宇宙ゾーンは 宇宙や ロケットの技術開発 そして地球観測などについて 学ぶことができるゾーン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小惑星探査機 ハヤブサ2の 実寸大目形など 様々ございますが 本日は是非 体験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があるんです ゼログラビティ360 という装置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無重力的感覺 こちらは360度回転して 宇宙飛行士の気分を 味わってもらうような装置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あまりないので 平沼さんには早速 体験準備していただこうと思います 那我也再請 努力 加油 この360度回転装置 ゼログラビティ360は 宇宙飛行士が実際に 訓練に使用するものと 同じ仕組みで作られています 要成為太空人 就要先經過這一關 そうですね 今は使われていないようなんですけど 過去にはこの装置を使って 実際に訓練したようです 安全安全 準備が完了できました 再減タイズ 暈了 光看就覺得暈了 暈了 暈了 OK 旁邊要伏せ 小心 很好玩 不思議 ありがとう 他にもたくさん 体験できるんですよね そうですね 三沢航空航空航には まだまだ体験するものが たくさんございます ぜひ三沢航空航空航に ご覧ください それでは ぜひ来てください バイバイ 上次我去是沒有碰過這個 我覺得下次 就可以去那邊 對 這邊很好玩 你會喜歡玩哪個 我喜歡玩那個這樣 就滑了 那個我也想玩 但我也想玩那個氣壓 瞬間衝上去 衝上去那個 對 我就想說天啊 這小孩去一定會崩掉 對 而且我想說 把他們吊在上面 然後他們一直尖叫 沒有 然後我就在那邊拍 對 就很好玩 很難忘的回憶 我覺得椰子圈真的超方便的 真的很方便 幹嘛 你每一站都一定要給它下去 這種一種的 對 重點是CP值又高 尤其今年來講是 美鳳有約跟青森已經是十週年了 所以這十週年當中 其實我都 美鳳有約 留下非常多美好的一些回憶 然後每次在節目當中 跟台灣所有的朋友來分享 哪個景點給大家做參考 真想趕快來去 好 真的 有空久久來去 真的 好想 非常謝謝小路的分享 謝謝你們的好運 謝謝 謝謝 你喜歡